乐培元的英文教室 实用绘画篇 第九集 那我们看 因为我们这个前面的标示 就是总共 如果你每集都看 到这一集已经学到45个 中文的句子 生活上可能用得到的 那它英文要怎么讲 比较贴切 但并不是一个标准答案 如何使用这台咖啡机 咖啡机这样很多 怎么讲 是不是咖啡机 我家的冰箱杂音很大 杂音是不是用 用noise或noisy 在加拿大你需要耳罩来保暖 就北方 纬度北纬比较高的 比较冷 当然那个纬度很低的也冷 反正两极 地球两极 北极南极越靠近它们越冷 那边的人常常需要耳罩 那睡觉的时候需要眼罩 这个耳罩眼罩 要怎么讲 这些冷冻虾 虾子冷冻 是不是用frozen 那保存应该怎么讲 美食广场 要用哪一个字 在地下室 那你就想想看 你大概怎么讲 会不会讲 如果不会 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个参考答案 它不是标准答案 参考的 如果你会印证一下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上可能用到的 我们先看如何使用这台咖啡机 很简单 How to use this coffee machine 就是 coffee machine 咖啡机器 就这么简单 一点学问都没有 咖啡机 Coffee machine 那果汁机呢 我们一般就是juicer 可以当果汁机 或者blender 那blender当然也可以搅拌机 不一定是果汁机 搅弱机什么也可以 但是老外常常用blender 当果汁机 所以咖啡机 果汁机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机 我家的冰箱 杂音很大 因为杂音有时候 它运转的时候 有些老的冰箱 或者它有时候快坏掉 或者它有故障 它有问题了 The refrigerator in my house is noisy 很长 就很简单 就noisy 名词就是noise 噪音 noisy就是有很多噪音的 用形容词 就很简单 那很多老外呢 他觉得refrigerator 太长了 他用fridge 用fridge 就代表冰箱 就像alligator 鳄鱼 太难念 就是用gator 就是常常会省略掉 人也是Alexander 就叫Alex 但Alex 后来又变成 单独的英文名字 所以有时候 那个字会把它缩短 像advertisement 很长 广告很长 就ad ad 这种字很多 那在加拿大 你需要耳罩来保暖 in Canada 不要念成第二个音节 Canada 第一个音节 Canada You need some earmuffs 所以我们英文 有时候加S 复数 因为耳罩两个 你左耳右耳 所以它加S to keep your ears warm 让你的耳朵保暖 眼罩呢 就是iPad 耳罩是Earmouth 因为那个Pad 就是这个字很复杂 这个字意思好多 就是一片像那个 最早是像那个狗皮膏药 膏药贴布 贴上去 它也是发射台 火箭发射台 我们这边就没有 特别再去讲 因为我们主要讲Earmouth 它有火箭发射台 我们是打印台 印上那个印尼 打印台 还有莲花叶 莲花台 莲花叶像一个座子 像Pad 然后那个拍子布 就是我们那个 便条纸的那个一本 它意思太多了 又可以当动词用 我们轻拍 拍拍什么东西 还可以当那个猫啊 就是那个猫科动物 一些很多动物 它的那个 不是脚爪啦 就是它的肉质 就是它的那个脚的部分 爪子很利 这意思太多了 好复杂 那这些冷冻虾 能保存好几个月 This version prompts will last for months 这好几个月 我们加S 那当然我们这只是举例了 虾子好多种啊 那proms 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你说我冷冻虾小虾 那你就用别的虾 待会会介绍 proms是比较大一点的虾子 那我们看看相关的 它freeze 这个字 反正我们衍生的 都是用绿色字来表示 freeze 我们可以当动词 结冰 没有问题 那比较特殊就不准动 所以你到美国 你要是警察怀疑你 甚至怀疑你 是不是带有武器啦 或者可能会攻击警察 或攻击别人 它就叫你第一个freeze 那很多亚洲人啊 或者甚至其他来的地方 去美国 你叫我兵起来 那是奇怪 我们明明是夏天啊 一个警察叫我兵起来 不是就不准动 那当然意思就是说 你要像把你冰冻一样 因为冰冻就不能动了嘛 它是这个字过来的 可是它意思已经不是结冰 就是freeze 不准动 所以有人搞不清楚 还是乱动 那运气不好啦 警察蹦一枪 对这个误会就很大 那警察说 我已经教你freeze 不准动啊 那个 那个人 那个如果没死就说 他明明叫我兵起来 莫名其妙 我就动了一下 居然被开枪 所以这个有时候文化的问题啦 你要是驻美国 你就必须要了解 他们一些很基本的字的讲法 那还有一些基本的东西 就是文化东西 我们顺便提一下 就是你在亚洲 我们说 我们说那个 敦青木林嘛 你说到隔壁家 附近的邻居敲敲门 说我新班来啦 我跟你聊天 OK的 你在美国 在欧洲 这个就不好 就是你没事 不要随便敲一家门 当然你真的有急事 或什么 人家会谅解 就基本上 譬如说你可以先打个电话给他 因为打电话 你不会进他家里 也不会敲门 他没有那种 被骚扰的感觉 你直接敲门 他不喜欢 尤其呢 很多老外 他就如果不是住大楼的 他就独门独院 我们叫透天 他前面有个草坪的 你进入他草坪区 因为他有一条小的路 就是从那个 外面大马路到他家 你进入 走进去 不要说走到他家里敲门 你光是进去 人家就认为说你很奇怪 这是我的property 你干嘛进来 当然除非你跟他很熟啦 所以我们就是养成习惯 没事不要乱敲门 你可以先打个电话 或者马路上碰到 或者在这个 在那个 他如果出来运动啊 慢跑 你跟他讲话没有关系 到公共区域 那你没事 不要随便跑过去 不要乱敲门 除非有特别紧急的事情 所以这都是一种文化 那也包括 你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可以聊啊 你可以 就是 你就照当时的环境 譬如说你们喝咖啡 或吃饭的时候 你就聊这个饭好不好吃啊 或者刚好那边 有播电视 有运动可以 那你不要有事没事问 你结婚了没有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你有几个小孩子啊 你跟老婆感情好不好 其实这种话就不要问 那在亚洲可能无所谓嘛 天然地 我们在天然地 被画夹子打开了嘛 那老外就没有这个画夹子 他们的 就是说你不是很熟的情况之下 就是有些比较涉及 privacy 隐私的东西就少讲 那就算蛮熟的 他们也是不太会问太细节的东西 这是文化的差距 他freeze 除了是结冰 不准动 也可以是不友善的意思 不友善 像结冰嘛 就不友善 那也可以是冷 冷冻 把东西 把食物冷冻起来 那也可以把薪水冻起来 反正就冻起来 不动 就是不变 不动了 freeze 他动词 倒没有名词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虾子 冷冻虾 虾子也很复杂 虾子有大虾 有小虾 龙虾 我们这个举例是 prom 比较大一点的虾子 你说我冰冻小虾子 可以啊 我们只是举例 就是我们一般讲明虾 大家懂 那早期是讲对虾 就比较大一点的虾子 比龙虾小 比一般虾子大 叫prom 明虾 对虾 那我们说比较小的虾子呢 因为你一般吃火锅嘛 那个店家不可能给你太大的虾子 除非你是吃很贵的 很高的 就比较小一点虾子 叫shirmp 这个字比较常用 因为一般的虾子 不会太大 大一点虾子 我们就可以用prom 那超级大的龙虾呢 叫lobster lobster 那台湾常常叫草虾 草虾有个头 但草虾很乱啊 个头有的大 有的很小 它只是名 这个叫草虾 有的大 大草虾 有的小一点 小一点的我们就是grass shrimp 那我们像这虾虾 那当然也不是grass shrimp 就是小了 就是反正炒虾 那大一点呢 叫tiger plum 这边写错了 tiger shrimp 就是虾虾 大一点的也是 这台湾 这台湾 这常常市场卖 就是炒虾 那虾米呢 dried shrimp 因为虾米通常小小的嘛 这一般的 shrimp 就是小一点的 个头小一点虾子 就干的 虾米一定干的嘛 它是调味料 你不是真的 你不能把它放火锅啊 你不能把它当虾 它就很小啊 红红的 干燥了 把它干燥了 就变虾米 然后 现在那个台湾 也常常吃天使虾 卖炒卖天使虾 然后很大 那有人说 天使虾跟 红虾 尤其是 阿根廷的红虾 是不是一样 就是一个 同样的 同样东西 Argentine red shrimp 阿根廷红虾 或者叫天使红虾 所以有的时候 它英文字是两个字 它其实是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这边知道 Freeze 它有很多动词的讲法 各种瞎子 我们顺便介绍一下 美食广场在地下室 The food court is in the basement 我们一般讲美食街 或者美食广场 A court 也是一字多一 它可以当法庭 法庭是court 也可以当球场 像tennis court 网球场地 它也可以是一个区域 食物区 那讲食物区不好听 美食街 美食广场 所以中文跟英文 你不要说完全抠那个字 字一定要对照 不一定 Food court 就是美食广场 也可以美食街 在地下室 所以我们顺便介绍一下 地下室basement Base就是底边的 下面的意思 那一字多一啊 棒球 Base 是什么意思啊 就本垒 本垒 Home Base 它那个Base 应该叫垒包了 就是一垒二垒三垒包 那Home Base 就是本垒 本垒板 所以一二三垒都是包包 就是软软的 就是包包 垒包 但只有本垒 本垒就是一个本垒板 它是一个本垒板 然后天台呢 Root top 屋顶 屋顶的上方 就把它用成天台 然后其中 Arcade 不要念Arcade Arcade 棋楼这个字 很多人不知道 然后阳台的Balcony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地下室啊 天台 棋楼 阳台 顺便讲一下 它的英文应该怎么讲 好 那我们最后 把这个五个例句 绘画的例句 或者你用文章写也可以 就实用上的一些句子 我们念一遍 那你就知道 它大概可以怎么讲 如何使用这台咖啡机 How to use this coffee machine 我家的冰箱杂音很大 The refrigerator in my house is noisy 在加拿大你需要耳罩来保暖 In Canada It needs some earmuffs to keep your ears warm 那我们只是取例 你也可以说在美国啦 在苏俄啦 在北欧啦 那随便 我们只举个例子 这些冷冻虾能保存好几个月 This frozen prompts will last for months 那你可以 这个proms 你可以改成 你看下面可以改成名虾 不是 可以改成小虾 lobster 龙虾 草虾 天下随便 都举例而已 美食广场 在地下室 The food court is in the basement 所以我们就是 这一集要了解 五个情境 它英文要怎么讲 都是很可能生活上用得到 所以每一集讲五个 那看很多以后 那你的整个的英文实战功力 就会增加 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 留言 这一集讲到这里 这一集